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今天是1月1号2022年 一年复始万象更新 我们都有新的嘉宾 有新的知识来贡献给各位的观众朋友 今天让我来介绍在房地产行业 已经从事35年到今年就要进入36年的 Frank Liu再度回归我们的节目 Frank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董人好 非常非常欢迎您 新年快乐 是的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合家美满幸福 OK 我们今天要来谈谈的是 今年2022年的房地产市场 是一个怎么样的年 自从在2020年 房地产的市场突飞猛进 2021年也是热血如火 2022年是一个怎么样的年 根据您从1986年就进入这个行业 一直到现在的观察加上预测来给我们做一个Grand Opening 好谢谢 我想你记不过去年的时候我们很快谈到过 就是大概在3月10几号说 你说这个房地产会不会有影响 因为我们开始这个整个lockdown了 对不对 对 那我说 我讲一句话 有个单字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叫 Illusion 嗯 对 假象 对 那时候 你说 奇怪 为什么 因为我说 因为川普是 The Real Estate Man 对 他不会让Real Estate Crash 对 就果然 不但没有Crash 反而是长得很高 对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 就是我当然讲就是说 我们不知道未来怎么样 但是有一句话就是说 你挥手看得越远 你向前就看得越远 嗯 这是谁讲的 Chuji 哦 OK 对 所以我们2022年的时候 我想就最快的 我跟大家很快讲一下 就是说 我这 我这边有很多的图表 各位观众朋友 假使你们对这图表有兴趣 就是35年来的 明年就第36年的 就是精华 对 因为 我在这行就是 三次是REMAX Top 10 Age in the World 三次 然后他们最高的叫 宇宙环球奖 我已经得到了 得到这个奖 全世界的REMAX 不到200人 对 因为你要少 那个销售超过2000栋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 啊 你要把这个市场抓的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走势 最主要我要带回大家到 1989年 很快的 1989 1989年的时候 我想最重要就是 它有一个pattern 各位就说 因为为什么就是一个pattern 就是说 它一定是那个market的股票crash 然后呢 大型的layoff开始 那接下去就是drop 我经过1990年 就1989年 1900年的market 哦 那个market是last for six years 才回来 1996年 哇 在低谷停留了六年 不得了 哦 那个IBM一下layoff 就是一万人 land research layoff 二分之三 然后 national semiconduct的layoff 大概八千人 嗯 那个是真的是 这是草木皆兵啊 对草木皆兵 到底是我们那时候就是说怎么办 因为为什么 房价在六个月drop了30% 哇 大家都忘掉了 嗯 OK 后来越drop 大家的记性很短 谢谢你提醒啊 Cupertino drop 40% Sanifield drop 50% Sanifield drop 70% 有点可怕吧 连这种好区也drop那么多 Sanifield更大的区 结果赚了70% 上升70% 嗯 所以但是很快的再又回来了 因为1996年 一下子 Market又回来了 1997年 那冲到2000年 我想你记不记得bubble 大家看bubble 对 啪啦一下子就下去了 嗯 但很快的又回来了 对 但是等到后来就到 2005年的时候 2005年是 record of the year的sales 嗯 我还记得 因为我从2001年到2005年 我是连续大概五年 我是No.1 listing agent 在Sanifield 对 所以 但是 都是有一个bubble 那那时候就是bubble开 就leman brother 碰一下子没有了 对 然后08年的时候开始crash 但09年 你级别是for closure of the year 但是2010年是shows of the year 哗了就下去了 对 所以这一波就是说 然后很快的就是说 就是当时经过一段 趁那个 就是很痛苦时期 然后就慢慢慢慢回来 震动期又回来了 又慢慢慢慢又复苏了 2018年 一个townhouse 我给很快跟各位讲一下 他就说这个market一下子冲上的时候 有多crazy 1000尺的那个condo在2017年的10月大概是67万 但到2018年的5月已经到了93万 等到2018年的12月回到了这个70万 哇 上下很大 所以就说各位就是我准备很多图表 你想跟各位分享 但是呢就是说最重要就是说大家还是aware来 就是说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 几个大方向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最好投资的房地产地区 你就告诉我全世界最好投资在哪里 我可以跟你讲 两个金三角 谷歌 OK 脸书跟苹果 这是一个金三角 这是在上面 就是在矽谷嘛 对 高科技的 另外一个就是商业楼盘就是101880跟237 你看这101880237 你告诉我 这有多少个大工资在这里面 无数个 然后这边的脸书到谷歌到苹果 这里面有多少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 这个斯坦福大学 应该是诺贝尔舰队超过80几个 所以大家要放心 2022年它可能会有一个little downsize 但是不会发生 little downsize little downsize 但是呢最主要的它不是会发生在硅谷 硅谷永远是硅谷 硅谷是宇宙的中心 这是谷歌讲的 硅谷就代表明天 唯一是在世界上没有办法买到的就要实践 这是苹果 好 那就是2022年就是今年不可能看到大型的lay off 也没有什么经济垮台 所以房地产应该还是蛮好的 蛮好的 还是保持乐观 因为政府印了接近10个兆 对 印了太多的钱了 太多钱了 所以都是一直在股票间的房地产 所以放心 是的 请大家放心 所以2022年还是房地产的一个大年 那么 其实Franc他已经愿意把这么宝贵的资料通通通跟大家分享 只要在荧光屏上扫描Franc的QR Code 他就会愿意把这么多宝贵的资料寄给您 您就可以知道从过去来预测未来就是最好的写照 非常感谢你 谢谢 谢谢 我们下个礼拜再仔细谈房地产的今年的情况 好几集一步一步下去 是的 是的 好的 观众朋友 谢谢您这一段访谈结束 接着还有一段访谈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